感恩的猴王 猴子 这是猴子的叫声 天哪 这两只猴子打得真是激烈啊 好像非得置对方于死地啊 那不是马脸猴王吗 看来这又是一场争夺王位的战斗 是啊 狗群的每次王位更替 都伴随着一场残酷的杀戮 不是挑战者死于非命 就是老统治者驾崩归天 他们去藏王滩了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藏王滩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个名字呢 难道是某位君王在这块险滩殉难吗 不不 藏王滩所指的王是猴群里的猴王 每一次猴王更替的战斗都会在这里进行 那些被赶下王位的倒霉猴王 无一例外都会被从这里推下江淹死 藏王滩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 马脸猴王的时代结束了 接下来的时代是属于新猴王的了 马脸猴王落水后 动物学家和向导急忙驾船 来到了猴王坠落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 猴王的脑袋才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露了出来 他的嘴巴勉强抬到水面之上 艰难地呼吸着 手脚费力地挣扎 狮臣的眼睛茫然直视 我们快去救救他吧 不行 不能救他 否则我们就别想安宁了 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动物学家一把拿过向导手中的竹膏 朝马脸猴王那里伸过去 马脸猴王抓住竹膏 飞快地爬到船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山崖上的新猴王 发出一阵阵愤怒的抗议声 新猴王在警告我们呢 我们刚刚应该不要管这些猴子的闲事 唉 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安宁了 可怜的家伙 生得可不轻啊 你不要可怜他了 我们把他给救了 那新猴王绝不会放过我们呢 前几年 曾有一个村民抓到了一只小猴卖给了动物园 结果他家中的三亩农作物 被那些猴子一夜之间全给连根拔起 啊 虽然是这样 我也是不能见死不救的 好了 我们快走吧 这位动物学家和向导 在河流下游的山脚下架起了帐篷 而那只猴王则被他们关在一个铁笼子里 有了这些树枝 我们就可以升起篝火 只要有火 野兽就不敢靠近 我们也能取暖做饭 幸好有你 否则我可不敢一个人 在这荒郊以外过夜 不好 是猴群 他们一定是来报复我们的 说着他急忙朝帐篷那里冲去 动物学家紧跟其后 果然一群猴子正在他们的帐篷那里进行洗劫 帐篷被掀翻在地 锅碗瓢盆被砸得稀烂 书籍和资料本也被撕碎 几只猴子还在他们的被褥上撒着尿 而新猴王则用一根树枝使劲地往笼子里捅着 笼子里的马脸猴王抱着脑袋 蜷缩在笼子中央 可恶 你们这些强盗 为了防止那群猴子再来袭击马脸猴王 动物学家在进山考察的时候 总是将其带在身边 而马脸猴王似乎知道 只有跟着他们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因此表现得非常听话 哦 怎么了 可恶的猴子 今天我非打死你们不可 这些家伙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怎么一直纠缠着我们呢 看来新猴王是铁的心想要马脸猴王的命啊 那个家伙已经是新猴王了 干嘛非要挖空心子置他于此地呢 很可能马脸猴王在猴群中还是有一定的威信 所以只有他死掉才行 哼 只要有我在 就绝不允许伤害到他 好了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前面还有好长的一段路呢 说着 他们一起在一棵树下坐着休息起来 动物学家顺手将背包挂在了身后的树枝上 那个新猴王还是会继续来找麻烦的 接下来的路程可得小心一点 那个家伙 只要他敢来捣乱 我就让他好看 可不能大意啊 他在背地里偷袭我们 会让我们更难防范的 你这个强盗 快把背包还我 这个猴子真是狡诈 他这是要和我们做交易呢 做交易 没错 他是要用那个背包 和我们换马脸猴王呢 可恶的家伙 这么说 如果我们不交出马脸猴王的话 他是不会把背包还我了 糟糕 我所有的研究资料都放在里面呢 要不就跟他换了 要不就跟他换了吧 马脸猴王一直气色不好 即便留在我们身边也活不长 不如用他把你的背包给换回来吧 不行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你这个混蛋 我是不会和你进行这种交易的 接下来的几天 新猴王和他的猴群一直没有出现 那群猴子似乎从山林里消失了一般 直到一天夜里 那只母猴出现在了 马脸猴王的面前 你看 那只母猴又来了 真是一只痴情的母猴 马脸已经不是猴王了 可他还是三番五次地来看他 我看 他这次并不单纯地只是来探望马脸猴王 猴群里应该发生了什么变故 哦 为什么这么说 你难道没发现 那只母猴前三次来找马脸猴王 总是特别小心谨慎 挑的都是恶劣的坏天气 第一次来的时候下着大雨 第二次来的时候 是没有月亮的半夜 第三次是大雾天 而今天呢 天刚黑 天上还有月亮他就来了 这难道不反常吗 嗯 你这么一说 的确有点道理 大王 你跟我回去吧 我们猴群需要你啊 现在你们已经有新猴王了 他身强力壮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回去了 他会置我于死地的 大王 新猴王在猴群里已经丧失了微信 前几天他被和你在一起的人用石头砸伤了 我和大家准备将他赶走 大王 回去帮助我们吧 赶走他 你还是我们的大王 大王 大王 不要犹豫了 快跟我回去吧 难道 你还留恋这两个人吗 好了 没关系 你走吧 和你的同伴回去吧 他这是在感谢我们呢 这个家伙是跟谁学的呀 好了猴王 快回去吧 看来 猴群还是拥护这只马脸猴王的 我想 他应该是要带领他的拥护者 去推翻新猴王的统治 他一定会成功的 那只新猴王实在太令人讨厌了 他都当上新猴王 却心胸狭隘 一心只想置马脸猴王于死地 一点胜利者的大度 慈悲胸襟都没有 这样的猴子怎么能当猴王呢 正如那位动物学家所说 残暴且没有胸襟的新猴王 最终被马脸猴王和他的拥护者 赶出了猴群 你快看 那不是新猴王吗 看来他已经被赶出猴群了 这么说 马脸猴王他又重新夺回王位了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晨 向导和动物学家钻出帐篷室 一眼便看到了摆在帐篷门口的背包 里面的物品完好无损 看来你说的没错 马脸猴王重新夺回了王位 但他还记得归还你一世的包包 这就证明了 他是知恩图报的呀 宝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